被大陆媒体称为是重庆营关的前北辈区书记雷正复 由于涉嫌收费316万人民币被提起公诉 那么加上他疑似被一家开发商的女员工赵洪霞先人跳 拍摄了性爱引带敲诈 影片出现在网路引发了社会的关注 昨天开庭时他当场翻供 他否认自己收费 说那是厂商借款 还说自己和赵洪霞曾经是情侣 是女方为了想要威胁和她结婚才会拍摄影片 此话一出有大陆网友不买的表示 讲这种话是帮百姓都当作傻子吗